第一時間我當然覺得非常震驚 就是怎麼會發生在佩軍身上 那第二件呢就是我覺得 很為她覺得她真的非常勇敢 那麼願意把她的遭遇 然後說得非常清楚 我覺得身為一位女性 還有身為她的同事 我完完全全的支持她 而且我也支持現在 所有在不同領域 不同角落的女性 或者是男性的朋友 只要你有遭受到性騷 然後你覺得你應該勇敢的說出來 我們都很支持勇敢的站出來 我覺得到了這個晚上看到 莊惠君她的這個說明 我百分之百的支持她 然後我覺得她真的非常非常勇敢 可是對於朱學恆的部分 因為她是一段片的 完全不記得來做一個解釋 我認為以喝酒斷片來做解釋 完全不合道理 那麼你也可以看到網路上 比如說我們偷恨酒駕對不對 那你也不可能說 因為我喝酒喝斷片了 然後我酒駕或者我酒駕造勢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也看到朱學恆在第一時間 她承認她也跟中佩君 還有跟社會大眾道歉 我覺得這樣的態度是對的 但是我覺得以斷片來說 來解釋她會有這樣的行為 我個人是不接受啦 但是我覺得朱學恆現在她承認錯誤 然後也跟佩君還有跟社會大眾道歉 那我覺得以現階段她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被害人 也就是佩君 她願意接受她的道歉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делать什麼 我們如果搞定的話 她就在這個地方 努力拿來 我們要做什麼 veh酷 我們就讓你學習 我們要做什麼 你對吧